吃冰吃出一肚子火 您看到有民眾到林口的每家冰店 是兩個人點一碗冰 送餐的時候店家告知他們 其實現場是有低消的 可是他們認為說店家一開始也沒有說 可是這個PO文一出現在逆風 菜單上面其實有著名 而且店內有貼公告啊 黃晨晨帶塊芒果放上白色雪花冰 整碗堆的尖尖的來一口 夏天暑氣都被趕走 週末冰店人潮滿滿 但卻有民眾越吃越生氣 民眾在地方社團抱怨到了冰店 兩人點一碗芒果冰 送餐才說低消45元 讓他不滿美鮮告知 而且去年常常來吃都沒被要求低消 他還表示總金額扣除人頭低消 兩人點一份200元芒果冰 就應該超過了 但這帖文一出卻馬上被打臉 民眾在社群上抱怨吃冰要低消 還沒有先提醒 事情就發生在林口這間店 但仔細看看其實門口就有寫 時間回到店裡不只門口有寫 店裡也貼上不少告示 加上菜單一掃大大的低消提醒 就在首頁讓不少來過的網友紛紛指出 菜單上不就有寫 結帳地方貼有低消牌子 也有人說都說是低消 第一次聽到總金額扣掉人頭的方式 餐飲業實在難做 有寫就我覺得可以不用告知 因為都有寫清楚了 所以是可以接受的 低消可以啊 對啊 因為他們上面有寫了 所以我覺得對 那就不是他們店家的問題 一個人吃吃不完 吃冰遇上要低消 民眾各有看法 但如果有鮮血就能接受 店家則表示他們是連鎖冰店 各地分店都有低消 也有貼出告示 只能說消費之前要睜大眼睛 看清規則以免吃冰雀 越吃越上貨 記者葉宣節陸志明一台報導